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42年 称道光廿二年 1842年 英国和清澈接触南极原来 1842年 在地图上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来基处处 陷阱重重 探险队1842 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 我 刘世良 我 张黄 我 陈仁启 我 李嘉宏 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很多人说 董建华是公开的 做生意 为什么你们批评得这么厉害 我上次都说很简单 香港历任总督 以我出世之后所见过的 由戴伦子 麦里豪 到尤德 韦奕迅 彭定康 五任总督 有哪个人做完总督可以这样赚钱的呢 你说是正常的问题 董建华所做的事绝对是不道德 为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 像曾荫权 已经不再讨论香港政治 就算他还没坐牢之前 他都不再说话 他本来想说在深圳定居的其中一个原因 董建华是一个active player 在香港的政局里面 仍然是一个指指点点 站在台前的活跃人士 包括现任行政长官 都是他推荐的 好了 还有现在爆出就是 他的团结基金会的副总干事李浩然 会出任这个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又是他推荐的 那我就怀疑你收的钱有目的了 如果你说 OK 我退休之后我不再讨论 任何香港的公共政策的东西 但不是的 你团结基金会下面又在说 要开发大婴山 要搞那些交易公园 那我怎么知道你背后有什么商业利益 是不是呢 这个叫做 吐别仙 然后呢 他将这些所谓的 好像一个智库组织研究之后 跟着推一些人进去政府里面 那你玩完了 你玩完了 如果你是真的一个智库组织 举例 其实前任的行政长官不应该组织 智库组织 我自己的意见 当然不应该 好了 退一万步 你如果说是智库组织 但是你又推荐一些人进去政府里面做 喂 好像你说 你玩完了 喂 当年我还在一周刊做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去访问一个夏鼎基 夏鼎基在我们面前 其实是不捨得的 他就是双叉的中日杰那些人 他就是说殖民地的官员 退休之后应该回英国 不应该留在殖民地找食 这是一个道德 这是一个操守 你现在延续你的政治影响力 以致让我们觉得你是在寻求个人的利益 或者为中共继续和害香港 其实是什么 甚至怀疑你当天的决策是延后利益 不是阻礼那么简单 其实是为了钱 这个才是特别人见到你很噁心的地方 但是这些反而是没有事的 没有事 你看将来我告诉你 梁振英一定会学习 就是什么呢 他继续成立他自己的个人测量私行 然后在大陆接作 然后跟着猪龙入水 然后齐欣再多肥五倍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了 有先例可巡 只要你政治正确做奴才做走狗 然后就发到猪头发到穿不了物 董建华的模特是什么呢 梁振英会的模特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 国家领导人做了 做了国家领导人 然后就做一个智库组织 然后这个智库组织里面又有 推荐人才给政府 不同的中国官员 就是退休官员 就做他里面的理事 主席 顾问 诸如此类 然后就以智库之名 推销一些政策给政府 好了 然后再安插人进去政府的组织 或者是咨询组织里面 或者是那些合约 其实很多咨询组织已经安插了那些人 其实大家没有在意 我都说你看受婚已经知道了 这个689 最后的一秒钟 都要继续踐踏香港人的尊严 是受婚给吴克剑 你看到那些譚志源 张炳梁反而没有 是给吴克剑这个混蛋 你想想想 你可想而知他的心态是什么呢 你所有人都说我不对 我就偏造给你看 吹吗 董建华就是这种人 他怎会顾面之力 我相信他百夜一定不会这样做 因为董浩雲这些 他要站出来 他还要见外国的政要 人家当时的船王是见什么 是见Margaret Fetcher 是那种程度的人 但是董建华这个混蛋 看见到什么人 DONALD TRUMP 也不会见他 他在美国 他的女儿也见不到 结果就代钱 不要面子 我就说以前上海商人 要面子 不过要钱 去到这一代 你看到 最终 所以我就说有报应 这些钱一定会 在他的下一代 是吧 你想到得来太容易了 你做过什么呢 大哥 全球不景气 远洋轮船的货运能力 over supply 然后股价长期插水 然后其他公司破产 一顶你七十多元 今天弹上去 你代了那些钱之后 这个就是报应 当你代了那些钱之后 有些钱是不能代的 他做了很多东西 出卖香港人 还会继续 那些都是要做的事情 还会继续 所以我就说 香港的传媒是很糟糕的 我觉得 见到这些李浩然 这些人入政府 大家就说不要揣测 现在拿了罗志光 来做一个党战牌 罗志光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他也是一个学者 也是对公共政策 有研究的人 所以那个 不是因为他是民主党 那么简单 但是你现在看到蔡若年 李浩然 我想问一下这个李浩然 究竟他有什么公职 不是说团结基金会 你不要跟我说 这是董建华的私人生意 这个不是公职 他是团结基金会的副总干事 但是他之前有一个经历 我相信 非一般香港人会有的 就是做一个院的助理 中国的院 还要全国最贫穷的 其中一个省叫贵州 贵州的原长的助理 就是顶你比邝俊宇的助理 做了四年 短时间 不是做半年 做四年 不会这样侮辱 这个人真是厉害 这个人好像认识他 为什么呢 他呢 是谁 是谁 杨岳桥的助理 我认识他 就说是谁 这个 杨岳桥的助理 这个不怕得罪 我认识他 你认识就不怕得罪 我不认识你 你不要得罪我 这个经历 我就觉得 哇 厉害 你想想香港人 我有一个问题 原来香港人可以当官 我想不是在编制里面 助理不是编制 私人助理 是朋友 他有几种 一种是帮贪官 代他自杀的 叫做基耀秘书 贪官被人查到 一定推到基耀秘书 然后送他去死 他不是助理 可怨可怨 我想不是 共产党的官员 不是编制里面 我只不过是 为自己的CV 道金 你想想一下 一条憤腸 去到贵阳 贵州的贫穷院里面 深谋院里 还要去到最穷的院里面 做个院长的助理 即是说 心思 那种深思 那种部署 不是香港人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香港人 是不是香港出生 他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出生的 最少他应该是拿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出生 因为找不到他 新香港人 但是他应该是拿香港身份证 他这个人 你不要以为 他当然是弹散 去做院长助理 他不是去赌金 学历就不是弹散 为什么呢 这个人最早得到的学历 就是浸会大学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 社会科学及文学 即是商学士 即是文学学士 浸会而已 跟过陈家乐 那也很低 那之后 他又在中文 喂 你不要这么说 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碩士 跟过 应该是蔡子 是啊 那也很低 蔡子 都没有博士学位 跟过满岳就说 满岳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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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是UCLA博士 一集中文 你要得罪那么多 我们这些是讲公正的 怎会考虑友情 你得不得罪这个 人家呢 还要去英国伦敦大学 亚非学院 政治社会及发展学 石士 那他到底拿了多少个碩士呢 中大那些碩士 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NSC是碩士 这些全部没用 因为后来 回到清华 回到清华大学 由低读起 读学士 私从王振文 那这些就是奇葩了 奇葩了 拿了这么多个碩士之后 去到清华大学 读法学学士 即是你踢到英超之后 回来踢港甲 还要是由南华踢起 是 港甲的那对南华踢起 是吧 那你为什么呢 这样转型的人 要么就是精神病 要么就是诚苦相当之深 还要去扶贫贵州园做园长族 然后呢 我告诉你这些人才 将来会培育成为政务司司长 然后呢 他不是拿个学士学位的 接着拿了个博士学位的 就是在清华 就是王振文 是王振文第一个博士学生 应该是智商也有限 应该是 老师也是差不多 那王振文是什么人 现在西环的这个 什么呢 法律部长 法律部长 他是被称为 互发全国十大法学权威 权威 十大 共产党而已 对啊 共产党给他十大 等于在修盾交了两脚球 就叫做史高斯 就是孔子王振文长 是的 这个就是他的学生 即是王振文的学生 很简单 看完他所有记录 我就赞成林卓廷的说法 这个人只有一个属性 他是共产党员 不是共产党员 我觉得是不会这样做事的 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香港人 第一 去LSE 拿完碩士 正路应该会在英国拿博士 是不会回到清华大学 由学士开始的 这个叫做政治培育工作 这等于叫做 赤色帕妈歌词 我想现在的人没有玩过 很古老师 很古老师 即是那些叫做 浴习 应该是回去清华大学 读博士 回去清华大学读博士 不是学士 是回去清华大学读博士 只看完这条文章 都没可能找这些人做官 第一 以正常香港人的逻辑来说 如果他是属于前者 即是属于按摩摩摩 就更加不适合做官 如果后者 两个被他选择 要么就是共产党人 臥底 要么就是按摩摩摩 因为这样转来转去 读这么久的书的人 通常都很差 你想想 刚才那几转 只是读书 读了十多二十年 如果贵州听众知道 在释峰院里面 那个园官做了什么 就通知我们 一定有 我觉得 作为香港的干部 或者党委书记 或者这些体系 很正确的 我觉得 现在来了什么呢 我就收到封 在 777 密室 局长人选里面 是由港澳办主导的 包括司长 这个谭韵芝 就是被张晓明行使否决权 DQ了 港澳办里面的 黄光雅都OK了 好了 接着副局长与局长助理 就变成中联办主导了 现在两个系统 大家插进去 所以你问 罗志光这些人开绿灯的 不是中联办 肯定是港澳办 是港澳办 因为这些一定要过港澳办 因为政治背景的问题 但是现在去到 据问 我所知恶肯的有五件 不止 这两件 筹盘 除了李浩宜 筹盘 叫做人体盛 哈哈哈哈 比两件最厉害的 一件叫做鲍鱼芥芥 蔡若廉 一个叫做 香港人最喜欢吃的寿司 叫做什么 经常有那些创作 不是 叫做什么 将军 什么回转寿司 有些很厉害的寿司 海膽那些 不是 香港人自创的 现在做香港人自创的 肉指寿司 就是李浩宜 我告诉你 这两件 以我估计 奶妈都不想吃 而奶妈的人 不是因为他反中联办 奶妈的人 有一种性格里面 是反政治的倾向 因为公务员培训出来的人 他管你是泛民 还是建制派 如果他觉得你是政棍 他就仇视你 而且他觉得你只懂得玩政治 不懂政策 所以我说 喜用罗志光 绝对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 这个 张国军也好 范卓黎泰也好 是混淆视听的 因为奶妈用人 他一定是先看那个人 可以不可以 政策他 純不純义 純不純书 因为奶妈觉得 考第二也有庙的人 他怎会跟考第二也有庙的人玩呢 而那个人只懂得拆住 班主任的鞋 就做了行长 那些他最討厭 所以你看到他 一定走过去推下他的人 或者欺凌 你看到他今次的班底当中 主要是AO 一定 八成AO 他现在改造这个中策组 中策组就爆出丑闻 香港01昨天得到一只光碟 光碟里面就是研究到 香港2046年里面 如何发展的 scenario planning 其中一件事就是 恢复政治部 我一看就知道 谁写的 一定是邵选波 邵选波 是的 我说old school 到不得了 怎止八十路 九十路 政治部在1997年 已经悄悄地复活 这个叫保安部 保安部的老头 就是现在警务署的处长 盧偉聪 就是保安部出身 大哥 你自己不知道的 你打电话问一下 阿托英 大哥 他退了 因为他肯定跟你说 他在镇虹也是实皮 也是 是的 做保安顧问 不是保安部 他只是保安顧问 就是在袁秋 做保安部的老头 在镇虹做保安部的老头 也是十皮多 十皮就好似 他肯定帮你写 是 要不然还另切政治部呢 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说 大家真是笑 你不要以为他左这么简单 而根本上 对整个特区政府的运作 是一无所知的 哈哈 混了这么久 大哥 那跟踪长毛那些是什么人 難道真的是保安员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是环头差佬 什么环头差佬 可以跨环头去跟踪的吗 你说刑事偵袭 就是这个狗仔队 究竟长毛犯了什么事 会由刑事偵袭那边去跟踪他 是吧 那吴文远那些呢 是吧 那些黑帮哪个还回来的 是吧 是吧 那时候古的棺材 哪个跑去砍 是吧 是吧 那些全部都是后面有条线 所以我就说 真的得一口笑 但是奶妈聪明 很多人不懂得看 今天就爆了出来 他找了一个叫Lori Law的人 进去整治这个中策组 就是曾经是他发机办 发展机遇办公室里面的AO 那些人只懂得说 他是唐英年的新闻秘书 这个posting不是最重要 其实他是奶妈的左右手 这个Lori Law 就是我在政府做的时候 他就是发机办的AO 发展机遇办公室 那就是说 他今次的整顿是理真的 他就找一个自己的心腹人买进去 所以你看到 是有迹可寻 奶妈会重用什么人 所以你问我 如果他真的想重用蔡若年 就不会一早吹死他 是吧 还说你反对的只有几千人 摆明就挑机 是吧 只有千多人 等你的人去再 对啊 这句话 其实说真的 是不需要说的 你想想 如果最适合的说法是什么 奶妈说 我们用人为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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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你 只有千多人 摆明就叫你做事 对啊 他就是 很反对啊 很曲折吹鸡 喂 业建源 大哥 你怎么这么差 对啊 你叫你教协做事 结果现在已经有几万人了 好了 接着到李浩然 你问我奶妈 都是不会用这些人的 除非中联办 就去了一个地步 和他抹脸 我觉得 好了 但是你说trade off是什么呢 我说total有五件 还有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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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有富二代 trade off就是这些人 奶妈会不会吸纳富二代 会 但是他不会吸纳政棍 你刚才说的 这三个富二代是谁推给他 是谁推给他 是谁推给他 中联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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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白人会 青英会 但是我觉得他就 把那些党棍换富二代 你明白吗 把这些李浩然 一早扔出来 然后呢 又是蔡若年最早 是 第一个冲出来 是吧 然后呢 大家 就是那些 你看看那边 然后 方水里看不到 只有那些几千人 不是吧 再加大力度 然后实际上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 真正的 那边来着 就是施朗一样 拆花来的 就是推左走右 就是把左那两件推出来 然后实际上 就偷了一些进去 但是你问我呢 应酬式 我觉得 他始终是什么核心 我告诉你 一定是聂德權 聂德權是現在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王偉倫是發展局局長 這個就是用來駕空陳茂波 等於當日六八九用陳茂波駕空 胡蘇貞一樣 然後就是下面的常任秘書長 你看到有幾個升官員 包括以前做副務 還有現在的公務員事務局長 都是他重用的 包括剛才所說的Laurie Law 我猜將來會出任什麼呢 中央政策組的副首席 那個是AO位來的 副首席顧問 拿來什麼呢 騎不住那個首席顧問 首席是誰 首席顧問隨時是中聯辦讀進來的 當然他會去除那些左味很重的 正路其實他最好在商界找人 真的 你找個商界裏面 政治色彩沒有那麼重的 更好一點 但是 也都究竟他有幾大的 承認力力去頂得住 董建華這些混蛋 不斷插入人進來 中聯辦這些插入人進來 因為你要記住 他能夠賺到這麼多錢 當然是有原因的 董建華 他當然是做了一些政治投資 包括什麼 包括當日 當習近平DQ梁振英的時候 馬上 因為時間關係 在櫃桶底下 推了奶媽的鋪炮出來 就是交給習近平 所以他一定這個人 生意營運就是一條契弟 但是這些個人利益的政治判斷 這個人是聰明的 所以我覺得 七七七勇立 七七七有功之後 實際上 其實還有東西 你幫他賣了生意之後 沒有東西嗎 你也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找到吃的 你想想董家 真的靠那筆錢 來去度過餘生 全部 在說他的兒子 原來就做什麼 董立軍 董立貿那些做什麼 有幾百億 但收不完 第一 我都說黑社會賣吉的故事 第二是什麼 第二就是當你是一條廢柴而承受 老董也不耐得很久 看他的樣子 是不是 你承受這麼大不遺產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 受不受得起 有很多人會告訴你 喂 投資這樣 投資那樣 包括國企 一帶一路 是的 在吉爾吉斯搞黨洋 喂 貢獻國家 找到你你不要托手爭 然後在烏枝別克搞郵輪碼頭 他說烏枝別克是否有海 哈哈 以董家的智商 基本上是不知道烏枝別克是沒有出海的地方 搞水上樂園 意思是 是嗎 又落場 或者是桑拿 哈哈 你看到他的兒子的樣子 都見過 董立軍 哦 現在東方海外應該交給他 是 他有個女兒叫董立茂 他女兒叫阿茂 是的 這麼嚴重 他女兒就好像據說 好一點 其實 他的樣子 其實不像董太 OK 這樣就 喜歡搞那些秘密的 平流裝是董立新 董立新 董立軍 哇哇哇哇 還有董立茂 現在董立茂應該不在公司那裡 現在是他們兩個兒子 董立新和董立軍 所以我就說 李浩然這些 其實是台面那一層 但實際上還有多少 代表共產黨去培育 這跟澳門的模式很相似 即是說他慢慢會滲一層人 表面上是香港人 但實際上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不是香港出生 李浩然就像這類 他不像是香港出生 你記不記得 梁振英還用那些被人吵完 就是陳妍 陳妍 共青團 現在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人 也是那些人 所以我不知道今次會不會有機會 進去做副局長 還是這些人 總會有這些人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整領CV 你看看這傢伙這麼轉型 去貴州一個貧窮縣 做縣的縣官 做四年 還不是做九品芝麻官 不是包龍星 是隔壁的孟達 也不是攻守 誰 是徐錦江 我也是說這個陰差 是巡捕 是做吳孟達的角色 以他的LSE背景 做吳孟達的角色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整領CV 然後攀附上去 這種人說的說話 你看他寫一些文章 說中英聯合聲明 看到我睡覺 等於臨時買賣盒 這傢伙這麼小 已經做到契弟 都很難得 我覺得真是 一方水土 就培養不了這些人 香港只會出一些昂框的年輕人 這些這麼會轉型的 一定是新香港人 還有兩個 一個就是為釋法 為中國釋法 大事吹噓 釋法權又引用大陸法 大陸法就是歐陸法的意思 香港就是歐陸法 與普通法 兩條水的交界 淡水交界 大陸法就有釋法權 他引用這個 所謂釋法對於香港來說 我們還行普通法 他引用大陸法 他引用大陸法這個釋法 把它變成非常合理 當然我也知道 這個釋法權是屬於中央 但是他將這整件事 引用外國的歐陸法 把它叫做合理化 第二 第二 他又說 這個上次的政制 簡直是天衣無縫的設計 即是八三一框架 簡直是天衣無縫的設計 就是這樣 嘩 看得我 問題是 我不怕看歪論 他寫得真的很悶 你看完嗎 我看完 你昨晚睡不著嗎 看著眼睛 你很多心事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你如果睡不著 你試試看他的文章 包你五分鐘之內 一定能睡得著 這些在外國喝過鹹水回來 然後再回到大陸 下基層津點 我告訴你 十成十是共產黨員 共青團團員 新香港人 如果有人認識他 告訴我 究竟他在哪間中學 究竟他是不是在香港出生 因為一個正常的香港人 他會走貞扁 他會崇拜名校 一樣會去英國LSE 拿學位回來 但是不會回去清華拿博士 不會跟黃振民 也不會去貴州津點 大哥 這些還要這麼久 幾年 四年 在釋風縣 去做這個津點 是幾年 所以我說這些不是香港人 如果既然他能夠加入政府 他也要交代 我想他的背景也要 我們想最主要就是這個李浩然 很明顯他的CV 這麼奇特 就是由董建華這個 團結香港基金會 推薦他進去 你看到現在董建華 我們所謂死而不疆 就是這個狀態 他自從腳痛下台之後 他在香港的政治 政治政圈裡面是沒有停止過 成事不足 大事有餘 去發揮影響力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停止過的 到現在推李浩然進去777那裡 這種動手動腳 就是說董建華這種對777 今天仍然擁抱完之後 都是動手動腳 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 這種上下其手 不要緊 你就抱抱他 但是政治的上下其手 你看到他 是樂此不疲 這個人 還有我覺得 那個也是充分反映到 一個這樣的老好人的形象 絕對是假的 香港很多人都是看錯董建華 覺得他不是左而是一個老好人 很多梁錦松還說他是一個好人等等 我告訴你 全部都是廢話 是欺騙香港人 一個好人 會不會這樣 去出售自己公司 然後套取巨大的金錢利益 不顧家族的形象 遺秋萬年 真的 你想回想 香港人 對過去的二十多年 二十年 香港所受的折騰 然後他最終得到巨大的財富 兩樣東西 一比平 不要說把劉曉波 只是把我們香港人 負資產燒炭的那些 沙士死了299人 這個混蛋 在回歸二十年 大陸中央電視台的特輯裡面 就說全靠中央給我們醫療物資 大哥 沙士是怎麼來的 是張德江隱瞞疫情而來的 香港的醫護人員怎麼死 你說他是不是人 基本上是把歷史歪曲 原來共產黨 我們以為不是說他喘改歷史 就是說打大鱷也是靠中央的 現在終於證實 共產黨沒有說謊 是董建華隱瞞了這件事這麼多年 是因為他開口求助於共產黨 所以 內地現在就把這件事扭曲成什麼呢 全靠共產黨支援 香港才可以成功度過金融風暴 現在終於真相大白了 原來就是董建華這件事開口 問前其心裸 怎樣救市 人家都說共產黨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衰革 都有自知之明 都知道自己不懂和沒有水 也真的沒有錢 是啊 也不知道不可以衝大頭 鬼大哥 那是無底心潭 但是這條混蛋去問人 而香港傳媒是一句都不去批評 不去討論 究竟董建華為何會做這些衰革的事 是淺踏破壞一國兩制的事 你問現在 我相信 現在不用開口問了 他自己已經告訴你怎樣做 而董建華當日在做的事 就是主動去引入共產黨 到今天都沒有解釋 為何在SARS299條人命之後 立刻推出23條 我現在就有理由懷疑 那是一個經濟利益的問題 為何做23條立法呢 為何會導致50萬人上街呢 那些人以前就說他 是解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剛剛宣布結束逆負 你記不記得 是 2013年 建制派都拒絕頭 即是當時曾鈺成 陳婉嫻這班人 都拒絕頭 為何會在SARS剛剛結束 而社會經濟未恢復的情況下 還有負資產 還是負資產 還是在燒緊炭的時候 竟然推出23條立法 所以我覺得什麼都可以解釋 最後你回頭看 這個人所做的事 每一步 究竟他是為了自己個人的經濟利益 還是為了香港人的利益 而到今天 他能夠這樣去無恥地 將這件事 去接受這個交易 我覺得以後香港人見到他 只有一件事 其實就是講一個字 大家都知道那個字怎麼講 其實談拔事聽很多 你知不知道以前 藍畫有個前鋒 叫做譚拔事 他不知道為何來了之後 那些人這麼喜歡他 那為什麼他每一次 射龍門不進 那些人都叫他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姓叫什麼 D-A-L-E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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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原來 那些人不是叫他的姓 所以我就說 這個老董就是一樣 不過傳媒我覺得也很嫌棄 不會再抓住這些事情去質疑他 我相信東方海是有業績的 公佈的 也有股東大會 我很希望 如果在聽我們節目的記者 能夠代表香港人 在他的股東大會裡面 去提出一個common sense 的問題 就是你過去的20年 包括現在干預香港的內政 執行共產黨的政策 是不是為了今天的經濟利益 得到巨大的三百多億 是338億的經濟利益 他1997年的時候 整個家族的資產只有15億 1997年 20年來 有什麼創新呢 你做生意比李嘉誠呢 你收購過什麼公司呢 你的行業是夕陽工業 是夕陽行業 你告訴我你做了什麼 這個是欠香港人的一個交代 你做了什麼可以由15億的家族的資產 去今天變成 只是出售東方海外的股權 都靜待338億 這個就是香港 高度自治回歸裡面 你說以前什麼 英治時代貪污什麼 葛珀 韓德那些 我相信韓德死了就彈出來 你現在污衊我 還有現在這樣說 有點替梁振英不值 大陸殺五千萬而已 曾蔭權呢 住也沒住過 住也沒住過 他是零 零 還要賠錢給王楚彪呢 你明白嗎 沒有住過 還要賠錢給他 所以說奸 原來梁振英 遠遠 我告訴你 董建華這個就是告訴你 洩勾者諸 洩勵國者猴 究竟大家不要以為這些古代中國人的智慧成語很難學 你只要把三任特首放在一起 就充分演繹 什麼叫做洩勾者諸 那個就是曾蔭權 洩國者猴就是做國家領導人的兩件 一個五千萬 一個三百三十八億 這個就是洩國者猴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這個你不要以為 其實劉曉波也說過 共產黨腐蝕人的靈魂 他除了將仇恨 種到你的心裡面 同時是什麼呢 他告訴你 他的標準 然後讓你接受他的標準做人 如果你抗拒的話 大家看到劉曉波 已經是死亡當中他的下場 你想想 其實那些小孩考DSE考得如何 那又如何 不如送他回去韶關做院委書記的老婆 或者是助理 或者是助理的老婆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平暴清雲 你還說什麼價值理想 你那些官司前身的那些 黃之鋒 那些 是不是 還揹著一大單 岑奥暉 現在在上庭了 還有扔磚的年輕人 已經在坐進去 你講開這件事 完全離譜 這件事你看到 應該是辯方 好像辯方律師說 我忘記了是官還是辯方律師 總而言之說 你們佔王那件事的時候 你看到 那些執達利的口供 夾口供 九成半的口供是相似的 錯的一樣錯 等於我們抄功課 連對方的錯 我們都抄過來 有龍和道的翻版 對 和字抄錯 對 所以現在官司說 你涉嫌好像 執達利 執達利 在甲喉